古木特舞蹈剧场无畏的舞者 从2019年是筹划了日出东方希望的眼泪 但是遇到这个疫情是无法演出 那么则是改变了这个内容 以防疫为概念呈现剧情 并用原著名的音乐元素素材 融入在新古典的舞蹈当中 在疫情单下也创新风格 原本计划要以日出东方希望的眼泪新巨马 来庆祝古木特舞蹈剧场成立20周年 却没想到连续两年遇到了疫情无法公演 对舞蹈创作者却是非常的煎熬 只好把防疫的概念转换成为新舞马的灵感 这两年真的是太痛苦了 没有办法把自己想要生出来的小孩生出来 就是太难忍受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转换成这一次创作的一个元素 然后只是把话题转成现在正在燃烧中的一个 疫情的一个话题 天气的不稳定从早取景到晚 雨没停过 这一场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表演 让舞者身心灵备受煎熬 就好比是在生活中对抗病毒的缩影 因为这几天台风天气很不稳定 所以其实雨没有停过 我们就必须去适应那个环境 你知道天气也蛮冷 你要去承受那种压力 也是心理的一种 就是心理建设要很强 就好比说你说我们在抗疫的时候 就是很多未知数 因为我们在野外 所以很多小黑纹 在录制的里面要保持就是 即使外来因素很多 但是我还是要让自己能够进入在状况里面 魏光庆以舞蹈呈现在疫情当下 很多人都愿意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里 宁愿自己孤独在房间 让疫情获得控制不再扩散 他运用了九宫阁的模式 就是以五个舞者 框在自己的房间里 象征着他们自己 在自己的房间里非常孤单 而剩下的那四个 就是所谓没有办法被控制的那些人 一直想往外跑 然后我运用了一个空间 就像九宫阁的那个模式 有五个舞者 框在自己的房间里 象征着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非常的孤单 那剩下的那四个 就是所谓的没有办法被控制的那些人 一直想要往外跑 编制这五马就是希望呼吁大家 你能用自己的孤单 去唤起最后疫情被控制住 然后你跟你的家人 就可以非常快乐的 团聚在一起 过着以前一样美满的日子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